Less Unboxing 我是杜鳳 大家看到嗎? 宇宙海賊歸幻 這幾天大家最有話題性的話題 當然就是海賊戰隊十週年回歸 將會推出紀念的電影 隨著電影推出當然不僅如此簡單 2021年6月21日正式公佈了 這兩件海賊戰隊十週年紀念產品的詳情 同時亦接受預訂 跟大家看看這兩件十週年紀念產品有什麼好玩 首先跟大家看看這個非常重要的海賊戰隊變身電話 Mobility Age Memory Edition 哇 Memory Edition這些東西通常LiDAR會比較多 戰隊對上那次都已經是騎士龍戰隊那把劍了 今次乘著海賊戰隊十週年回歸 亦推出了Memory電話 究竟這個電話有什麼這麼過癮呢 跟大家馬上看看 好的 Point One 有這個Liaru的外觀 即是更加真實 更加貼近這個劇中使用的道具 我們看看對比圖 DX 版和Memory Edition 好 Memory Edition 版最主要 在電話的外殼上面 將會去走螺絲洞 DX 版始終都是玩具 很多組裝位 或者螺絲洞的位置 Memory Edition 因為要像劇的道具 那些洞全部都沒有了 螺絲也都不見了 之後電源位 電源的Switch 是將會更加小顆 小顆到大家是不見了 更加接近劇中的外觀 沒有螺絲、開關制等等 另外還有一個海賊戰隊 Local 的地台 被他一下子堆起了 還有電話的本體 本身有某部分的PAC 是新規造型 會更加金屬感 還有象徵度更加高 好了 Point 2 了 Langer Key 整條鎖匙都已經上好色 跟當年的DX 版很相似 當然它的顏色將會再改過 更加鮮艷 更加像劇中 還有 反開鎖匙 你會發現 鎖匙的部分 將會用回 SILVER的成型色 因為以前那個 就是塑膠灰色 這次的鎖匙本身 都會用回銀色去改改 還有這次的Memory R電話 也會一次過 將海賊戰隊五位成員的Langer Key 一次過給大家 這件事是最重要的 這些塗裝的東西都其次 這件事阿刀 恨了很多年 就是 這次的Langer Key 將會跟劇中一樣 一按EU的按鈕 就會動又一下 反起彈起 因為以前那條 玩得很不爽 即是食玩也好 DX也好 都是要自己完全手動去撥起鎖匙 但這次就很棒了 超瀟灑 跟電影裡面的演員變身一樣 一按EU 就會自動一下 反起 這個爽得不得了 我恨了很久了 好 Point 3 叫做Memory Rado Edition 這個玩法 相信大家都預料一定會有 就是BGM和劇中台詞的再生機能 今次的電話 會新增台詞的按鈕 以及BGM的按鈕 今次收錄的BGM 將會有四手 全圓回歸 近來很紅的山田玉桂 還有Mile 史度真央 都會有份收錄他們的對白 咦? Gokai Silver也有份 咦? Nabi也有份 那隻獎也有份 好過癮 今次海賊戰隊 回歸十周年紀念產品的 第二件事就是 Ranger Key Sanyugoletto Seto 哇 由這個秘密戰隊Goranger 一直到天莊戰隊Goranger 全部齊齊 包括這個 這個厲害了 由阿都很喜歡的配音員 古谷徹先生配音的 Akane Do Ninjaki都齊齊了 哇 所有的歷代紅戰士 當然說海賊戰隊之前那些 歷代紅戰士的鎖匙 總共35條 跟剛才的海賊戰隊一樣 全條鎖匙都是上色的 以及會貼近劇中的塗裝 會更鮮豔奪目 另外 也是一樣 這些紅色戰士Ranger Key 同樣也是有自動彈起的功能 哇 這個真是爽得不得了 好 Point 2 這堆紅色戰士Ranger Key 將會完全對應Mobile Age的Memory Edition 可以啟動各隊傳說戰隊的變身 音聲和Gimmick都會重現劇中的變身情況 最重要是這個新家 就是Labi Ghetto Model Labi Mode也挺有趣的 即是說如果你插到Langer Key 對應Langer Key的戰隊 Labi就會解釋 那隊戰隊的偉大力量 以及講述那隊戰隊的資料 將戲裡面的情境 完全重現 好了 設定內容 給大家看一看 好 有一個Acar Ranger 可以選擇 Acar Battle Japana Denji Red Ball Eagle Gokul Red Dinna Red 1 Change Dragon Red Flash Red Mask Red Red Tabu Five Red Red Hawk Telra Ranger Rue Ranger Ring Ret O Red Red Racer Mega Red Kinga Red Go Red Time Red Gao Red Hai Ken Red Aba Red Deka Red Machi Red Bogen Red Geki Red Go On Red Shin Ken Red Gose Red 和Acar Red 哇 一口氣 講完35條紅戰士的鎖匙 好棒啊 因為當年實在太難儲齊 即使你就是想儲紅戰士 都有點麻煩 因為它分散在DX 或者食碗 扭蛋版裡面 要買齊這麼多款 才有機會儲齊紅戰士 這次一次過一批 全部齊齊齊 歷代紅戰士 都是很爽的 好 跟大家看看 海澤戰隊的Memory Ado Edition 將會由今天 6月21日 11點 早上 8月16日 晚上11點 接受 訂購 大概在12月份 發送 另外 這個 Ninja Kimenbill Ado Edition Sanjugo Netto Seto 會15,400日 鎖匙比電話貴 不過它的鎖匙真的很多 35條 全都放在家裡 都很壯觀 全部紅戰士 今天6月21日 11點 上午 8月16日 晚上11點 同樣都會接受 預訂 同樣是12月發送 喜歡海賊戰隊的各位觀眾朋友 相信 這次這麼有幾點價值的兩樣商品 各位都不會放過 我自己都很期待 我都很想快些 可以把歷代紅戰士的Ninja Kim 一次過放出來 應該相當壯觀 好了 今集暫時說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國啟集